別的地方可能 用性格來形容一下 早餐的那種性格比較溫和 溫柔 但是武漢呢 就和我們人的性格一樣的 比較豪爽 吃起來真的很爽的那種感覺 總共過早就比較重口的那種感覺 重口重油 高菜 份量也很大 中國和其餐廳是十分別的 我們走從城市到城市 去找到市場的景點 然後找到其他人的背景 這是City Bites 這次我們在Wuhan 中文字幕 作词 作曲 刘宋 《FM 时捡的こと,父母和回事》 语言之后,福音试书 《亚史的音线》 如果喜欢下午,武汉 武汉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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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经浏 战亚主持人 冲汉顶线 他的视频有关于国际食物的视频 专业,中国的TikTok。 一些视频有超约10亿的视频。 《过朝》是一个特别的语言。 它意思是吃饭, 但语言实语, 它说是《祝日》。 因为他在家过早, 很有仪式感。 有一个食品你不可以忘记 如果是在家中午饭。 热干面,首先香, 你能嗅到那个店铺里的香味。 我叫罗斯斯, 我已经十六年了。 这是罗斯斯的第一店, 在2013年, 他现在有超约200人在武汉。 如果这是你的第一次吃热干面糊, 你可能会觉得像这样。 看到,不知道吗? 我是要被干死了。 如何这真正的干面糊 变成了一位武汉的最有名的食材? 返回到国际的地方。 武汉是正在中央处备的中央处, 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公司的公司。 因为当时武汉的航运是比较厉害。 它不吃就没有体力, 而且它没有时间。 那船的时间谁能估量呢? 这个热干面的产生就是运营而生。 当五秒钟, 把调料一调就递给你。 当时的生活条件差嘛, 它需要有油, 需要高碳水, 需要有芝麻酱多给。 现在的人他是反的, 他生活好, 物质条件好, 物质条件又更丰富。 他需要少油, 少味道。 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时代人的口味。 我小时候不爱吃热干面, 第一次吃热干面呢, 你必须得, 你爸爸在场, 他跟你拌。 你自己拌这个热干面, 你拌不开的。 热干面很干, 很油腻。 原来吃热干面, 你还得爸爸妈妈喂给你吃。 你吃慢了, 在那个年代的教育方式就是揍你。 所以你就更不想吃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边的同学也很多,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他就会跟你说热干面不好吃, 很油腻, 很干。 后来我做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这些提的建议跟缺点都吸去了。 我们从芝麻酱上就开始做改良, 因为我们的芝麻炒的时间比较短, 保留一个清香。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顺滑。 It's not just hot dry noodles, there are tons of other starchy, strong tasting food in Wuhan. 早上吃那种很干的东西, 其实是难以下咽的。 然后武汉人又是一个口味很重的这么一群人, 对吧? 牛肉面,牛肉粉, 它既有很浑厚的味道, 又是汤汤水水的。 This is Yu Dan. After working an office job for 10 years, she quit to help her family run their little shop in 2019. It's now one of Wuhan's most popular places to eat at. Their most famous breakfast item is beef noodles. Yu Dan's father, who's the main cook, starts work at 2am. 把这个水烧开, 再把生面放在里面, 等到八、九成熟, 就把它捞起来。 再把它吹冷, 撒油, 撒油再把它抖开, 不让它粘连在一起, 粘起来就留在白天里用。 淡面可以淡100多斤, 一百七八十斤吧。 炒面是先把面淡好了, 滷水加蒜水, 再加味精醬油, 大概三分钟一碗。 最忙的时候是排到了马路对面, 这就是人家所说的 武汉过早一条街, 这一条街上好吃的东西吗? 太多了, 就是牛肉面或牛肉粉, 它会配一个油条, 或者配一个油饼, 基本上是把油条拎着到我们店来, 要我们, 老板下碗粉, 有的会把油条泡在那个粉里吃, 油条可以吸掉那个粉里面的汤水, 乳水就很好吃。 Anyone that comes to Wuhan will always find a bowl of noodles they love. 我16岁来到武汉, 三十多年了, 我从这牛肉面我就每天吃牛肉面了, 我以前三餐都吃面, 我不吃饭。 早上吃汤的, 中午就吃到晚上吃草的, 我好像没有吃什么别价, 我总是吃不要钱的。 武汉就是一个大都市, 一千三百万长住人口。 真正的说武汉话的, 要说武汉话的人, 可能也就凉不了完了。 热干面是武汉的一个小吃跟名片, 一定要体现出武汉人的一个包容, 所以就想通过热干面去做改良, 让他们能通过一碗面留在武汉, 能通过一碗面能推动他们对于一个城市的一个留恋跟幸福感吧。 你喜欢吃肉干吗? 你看你们请我,我会买,我会买。 哈哈哈哈 Hello guys, this is Lin, the producer for City Bites, Wuhan edition. It wa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Wuhan, and I finally got the chance to try out a huge variety of breakfast in this breakfast capital of China. In Wuhan, you will see a lot of people already lying up on the streets to get their first bowl of beef noodles of the day at 4am. Like they treat breakfast so seriously. And also, Wuhan people would like to eat out rather than eating at home for their breakfast. And we will explain more about this kind of interesting culture in our coming videos. Stay tuned. Up next. Oh, 这个豆皮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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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